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GDE 這次更新 遲了一會 很多遊戲都已經早早上線了 少了那麼一點挖掘答兵的樂趣 但沒關係 這些廠商帶給我們的快樂是不會打折的 就讓我們來聞一聞吧 第一款 悟空在線等 喵 一款點擊加放之類的遊戲 這類遊戲之前在玄雲之王裡面有聊過 感興趣的可以再去回顧 代理商雖然是掛艾瑞爾網路 不過跟他們家也是沒關係 就是個廣告公司下跳板 實際的原因常是漲趣 就是製作跟發行一拳超人最強之男的那間公司 但它也不是一間小公司的 這次端出的遊戲品質 卻異常的莫名的廉價 美術普通就算了 甚至連基本的打擊音效都沒有 以這間公司過去獲得的營收來說 明顯是不對等 我真的好奇這些年 他們到底把賺的錢拿去幹什麼了 也印證我之前說過的 這些廠商真的都是在混吃等死 躺平百爛 反正隨便做的垃圾都有人買單 又何必認真做呢 真的是好在我早就退坑一拳超人了 而這遊戲給我的感覺 更像是為了推那些網紅用的產品 組建一下課金群組 然後推銷下一款垃圾 並不指望靠這款產品賺到什麼錢 然後跟後面另一款遊戲一樣 也是存在嚴重灌水 號稱120萬預約 然後FB卻不到0.05%的追蹤數 如果我是老闆 早就開除這個行銷策劃了 而且按這個開服樂度 大家很快就會說再見了 願韭菜們使得其所 下一款 上古龍神覺醒 但以上是台灣的分隔國際 以前介紹過他們家旗下幾款遊戲 目前勉強活下來的 就是低配三幻的幻想明將傳 跟幻品MLO零蛇奇緣 之前也聊過這間廠商 他們很常跟中國的波克城市合作 以及跟台灣一些大學技術交流 而這間波克城市主要是靠博弈起家 之前也有做過其他品類啦 不過大多都是小打小鬧 那根據我查到的資料 去年年初有一款還算熱門的遊戲 和和和英雄 也是他們家做的 當然也包含本次的遊戲 台灣這個廣告廠商也很妙 他們找來的那個外國代人 真的是聽都沒聽過 甚至我在Google都找不到資料 該不會是在路上隨便抓來的素人 還是自己的員工下去扮演的 還找了一群 呃 知名網紅嗎 我很難理解廠商是在想什麼 而且這遊戲公司投放了上百條廣告 除了千篇一律都是達變的外型以外 也沒有一款跟本次的遊戲有關 當然這樣也不是缺點啦 因為會被那些廣告誘惑去下載的人 他們玩到的跟看到的 基本上不會差太多 那我查到這款遊戲 最早是在2022年的洛福出沒 也是那種沒有版權 需要透過家群拿到遊戲 所謂的內部號 畢竟這看上去一眼就沒有賣相的遊戲 在目前中國審查下 並不太好拿到版號 所以只能這樣私底下敲咪咪的圈錢 那從畫面一看就知道了 配上標準的幻品MMO模板 不過有時候真的很佩服那些業配啦 可以對這些千篇一律又毫無特色的亮神垃圾 硬是伸出優點來誇 只能說超能力真的強大 那這邊就不隨時間了 也希望台灣那些學生跟他們交流 最後不是只會學會做幻皮遊戲 再來是女武神契約 台灣代理商是米熊數位 實際的開發給運商為中國上海的夢球遊戲 他們以前開發過一款IP改變遊戲 新抖羅大陸 在2018年時創下不錯的市場成績表現 於是隔年吸引了騰訊入股 結果就是搞了這幾年後 還是端出一款沒特色的放置遊戲 真的一丁點都沒進步 也難關心那些中下游廠商 被什麼4399或37護蝠的小遊戲爆殺 那遊戲的美術其實是挺一般般的 畢竟這類歐美風格並不是我的偏好 那遊戲早在去年的8月9號在歐美區上線 目前是在美國的表現比較好 總體上個月還能撈個3800萬左右 那台灣這次說了花的大錢找了911代言 但創下樂度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好 感覺這個錢是白花了 唯一讓我有印象就是MV跟投放的廣告 各種插邊三情的內容 我當時看到還以為這是一款黃油咧 然後我感覺它角色部分的上市方式 跟我在FB翻到的美術圖 疑似有用到AI作畫的痕跡 甚至還可以看到奇怪的作畫錯誤 這個手掌直接跟人體分離了 從這細節來看就不是個多用心的產品啦 感覺騰訊那時候的投資是虧麻了 希望這款遊戲最少也撐個半年吧 接著是長安養成技 台灣帶以上是魔方數位資訊 也是個老朋友兼慣犯了 商店雲雖然是掛在一間Just Games上 不過實際的背後就是中國的異世界 目前在海外賺最多前作品 就是2020年在日本上架的拜託了社長 目前日服每年可以穩定賺40億日元以上 其他出的幾款作品包含在台灣有上架的 其實都是基於同種玩法的換皮版 而本次的遊戲就是陸服去年7月21號上架的 這層有良田 今年廠商為了加強推廣還改編出了一個電視短劇 這層有良田之我的女友是快田 不過反響其實是挺一般的 看來廠商這波包裝是失敗啦 陸服在過年的時候又找林心如來站台 而這次在台灣又找了林心如 為什麼說又呢 啊死去的記憶在攻擊我了 那先講講優點吧 遊戲的美術畫風 UI交互方面我個人覺得還算不錯 至少比常見的換皮通話模板是強上不少 然後就沒了 因為遊戲的實際核心玩法 跟廣告上或者商店上 樹棧的休閒種田跟模擬經營是完全無關的 如果一款遊戲只是想搞單純的模擬經營的話 不妨猜猜看為什麼會有滾服吧 依照我品達變多款的經驗 這都是跟眾客有關聯的設計 完全是無關人數分流的 單純是好讓客老充榜用 我去翻了一下陸服Table上的評價 那些長時間體驗的玩家 也是充滿對這款遊戲課金的抱怨 而且這個廠商灌水非常嚴重 百萬下載百萬關注的遊戲 而且開服都已經半年以上了 它的評價卻只有4000條 隔壁只有你一半下載數 甚至關注數不如你的 上個月底才上架的雷索納斯 評價都還比你多一倍 該說是廠商達到終點充胖子 還是把太多負評都刪光了 而且如果他真的有這個熱度 這個B站的官方帳號數據也不會那麼慘了 而且討論度非常的低 因為我剛才提到 這款遊戲看起來是個模擬經營 但內盒其實還是走買量SLG那套 以角色養成為主的數值放置卡牌 如果真的是經營類為主的話 其實會像是桃花深處有人家 或者雷索納斯這種 真的是圍繞建築經營跑商為主 而且遊戲中的客金項目 也有出現那種低劣換比常出現的變賣機制 並不是純賣材料 簡單來說就是故意把遊戲設計的很乾 如果你想輕鬆的話 請花錢解鎖體驗 相當於什麼VIP 或者故意篩什麼廣告 如果你不想看的話 就知道課金買月卡解鎖之類的 就屬於那種非常古典的片刻方式 然後依舊很喜歡把各種課金項目稱作福利 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跟台灣那些把休假跟勞健保 當福利的無良企業有八二七八項 然後又把在中國那套搬到台灣來 也是一樣各種預約灌水 號稱70萬預約 但FB大概只有1%的訂閱 而且從留言數的回應也可以看出來 結果明擺的並沒有這麼熱門 我本來還以為他是不是在抖音上非常強 結果更慘 另外就是廣告方面 也是投放各種插邊的色圖 還有什麼傷國人物 我犯了陸服也沒有看到這些東西 那既然不存在的話 幹嘛拿出來硬推 就眾所周知啊 會這樣投放廣告的 不是搞虛假宣傳的詐騙 就是買了遊戲 然後一樣 又是外用的送iPhone環節 唉 我都等了好幾年啦 中獎的留言一個都沒來過 連官方水軍都不來裝一下 到最後呢 遊戲官服跑路 然後再下一次 就其實我也很疑惑啦 台灣明明也被尊稱為詐騙王國 新聞多少也看了不少吧 怎麼還是會有傻傻上當呢 最後的最後 就是史詩級的答辯 其實我這部影片啊 就是未醋包餃子啊 都是為了爭絕不凡的寧啊 潘朵拉 命運先知 上個月這個遊戲還沒上架的時候 我就有看到有人介紹 當時就有去翻一下來源 發現他是中國去年年初上架的 神火大陸 或者之類的名稱 然後我就把它放在收藏裡面 沒有再理他了 對這類遊戲真的已經有點麻木啦 遊戲這次找了王心靈代言 我個人對他本人並沒有惡意 以前團康還跳過他的愛你 但一碼歸一碼 產品不行就是不行 那台灣的代理商 就是我們的老朋友 魯豬遊戲 他或許不會帶來好遊戲 但我們永遠可以相信他 總能用最低劣的產品來割韭菜 讓那些用戶至死不渝的追隨 讓這些產品 總能永續的生存在市場的邊邊角角 廠商CEO也是講屁話的高手啦 什麼發行做的是井上的天花 核心是產品內容 廣告行銷不能把遊戲 從40分變成60分之類的 巴拉巴拉巴拉 講得天花論罪 像是多注重的產品品質 但最終的所作所為 不就是想把垃圾當作黃金賣嗎 搞各種誇大不值的虛假宣傳 硬要把遊戲從0分吹到80分 為了騙投資 總說自己開服表現得多好多好 但實際上 除了那些真正的小公司以外 新遊戲誰開服表現得不好 短時間充免費榜 就是花錢買推廣買版為的事情了 這個有做過行銷的都嘛知道 遊戲後面的流存跟運營才是關鍵 而且如果你真的這麼厲害的話 也不會在背靠愛奇藝之下 還能做這麼爛 說白話就是在中國捲不過別人 所以只能靠出海賺外快嘛 再來 從以前到現在的路數 也沒有變過啊 不就是各種開服靠詐騙廣告 然後大量開伺服器以後再和服 到晚期撈完錢以後就收攤接下一款 哪次不是這樣 拜託真的不要再講自己是什麼遊戲公司了 你入租啊就是一間廣告公司 而且還是很劣質的那種 也別說我黑你啦 你那些到來的素材上 還自以為聰明的加上個浮水印 根本就是坐實自己的犯罪行為嘛 也別切割給什麼下游廠商 什麼能發什麼不能發 自己會不知道 而且都多少次了 就明知故犯嘛 我還看到好幾個廣告 跟當時天游那款神機邪武者 一模一樣啊 你們這麼側味相投 怎麼不乾脆合體出道 改名稱入天游戲好了 這邊就隨便抓幾條 各位一定看過的廣告 假裝是韓國街頭的遊戲訪問 實際上原影片是在講 韓國人對上大學的重視程度 然後這個對遊戲的尖叫反應 影片是來自YD頻道React 實際上是找一群人看美國搖滾樂隊 派拉莫爾的Reaction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我之前也講過 後製就能搞出來的 登上納斯達克的廣告牆 雖然實際上如果只是刊登幾秒的話 費用並不高 但這些廠商光是到處才 壓低投放成本都來不及了 還要他們多花錢去打廣告 真的是想太多 而且遊戲也不做歐美市場 誰會花錢去那邊打廣告 再來是偷倫家的幕後專訪 一個是決戰時刻 現代戰爭 另一個就是戰神 倒用EA旗下暗龍紀元 異端審判的遊戲宣傳圖 然後這個女巫騎師就有影片 它本身也並不是一款遊戲 是一間韓國動畫工作室 他們的學生作品展示 然後再來是這個 是一個韓國的Youtube頻道 它在2023年巨石大上的試玩影片 這款遊戲是Winmate未上架的遊戲 遊蜜爾傳奇 預計是會在今年上架 然後再來是把Heat2的遊戲畫面 換上不知道哪來的醜模型 這個做得還不如人家B站上的 民間二創來的精緻 而且有在去年雜財的系列 聊有關韓國近期熱門的ML2影片中 當時他們的另一款暮色雙城 就有已經開始盜用了 其實它就是一些老生常傳啦 什麼虛幻舞 跟幾年幾億製造 還有AI的濫用 甚至一些其他遊戲 或者自己以前用過素材 也是繼續復用再復用 真的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會這麼做的原因其實也很簡單啦 因為過時若無的產品嘛 完全沒有自信 也沒有實質的內容可以包裝 自己做不到 所以只要去偷 去襯別人的東西來包裝 不然就會暴露內在 就是一款一無四處的電子垃圾 那唯一他們有用的社會貢獻 可能就是廣告商發業配 給那些藝人網紅或者遊戲頻道 讓他們能爽的賺一波 那營運商也真的很可笑啦 主打活動都是什麼課金粉粒 平常就是發發文給那些韭菜寶寶 讓他們玩拼拼圖啊 拆拆看之類的學靈錢小遊戲 你可以去比對他們旗下其他款遊戲 真的是一模一樣的統一操作 不過也確實啊 如果那些韭菜智商夠高 還會被這樣的產品詐騙嗎 外加在境外運營啊 這樣發文搞活動也是比較方便了 而且說什麼要打擊非法代儲 自己搞直儲就合法了嗎 我真的是笑啦 遊戲本身也沒什麼好講的 就是台灣韭菜的下載首選 夾1 素材是道的 廣告是假的 講像是虛的 銀是水的 韭菜是要割的 最終內容是慘不忍睹的 用戶打開以為是滿漢全息的 結果是10年蒂溝有快草答辯的 廠商啊 你務必好好活著啊 繼續騙個千秋萬事 讓我可以多出幾集來罵你們 結論 幻皮答辯虛克金 克金不多 焦不深 重令懶弄中相許 中式悠悠 韭菜心 為了怕跟之前一樣有奇怪的留言出現 我還是要重提一下 有時候調侃盤子割韭菜是一回事 但搞虛假 詐騙廣告是另外一回事 請不要很為一談 我這系列都是在講圖文不符的廠商 不論遊戲本身是大是小 別搞得不清楚跑來就亂噴 或者反過來幫這些搞詐騙的廠商辯護 我之前也說過 不過是推崇玩那些數值向的MLO 但就是有人愛玩嘛 所以基於這個前提之下 選擇大廠當然相對更有保障的 台灣營收不行 至少還有韓國的泡菜撐著 不會面臨短暫官服 或者克服愛離不離的狀況 就稍微點點手指 回頭去看那些遊戲頻道 就可以簡單做出驗證了 當時開服大推特推的遊戲 廠商只要不投錢的話 根本玩都不玩 還不都是在玩那些大廠遊戲 而且人家至少畫面是更好更舒服 不會拿那些重複又過時的產品來濫於充塑 而且代理商的資訊也是更加透明公開 不會在那東廠西廠 冒充什麼日系韓系美系 結果打開來可能是你最討厭的中系 不要一路盲目被割 還不知道鐮刀是誰拿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會不會回到這邊